9月2日,陈露发文报霍尊出轨之后,手晒自拍 小姐身穿衣字兼长裙,笑容灿烂,一扫之前感情纠葛的阴霾 网友第一时间祝福,好美,希望你天天开心,真的好漂亮 谢谢你的美丽和勇气,似乎感受到陈露的美好心情 照片中,陈露与友人一起聚会,在灯光映尘下显得格外迷人 陈露期间还跑到洗手间自拍,精致身材和高颜值,不输女明星 陈露并没有在文中流露心情,好闺蜜王蒙则第一时间议员 追问陈露,坐对面看我和我对象吵架是不是很无语 透露当天晚上是王蒙与男朋友和陈露一起聚会 而王蒙也比陈露强势,此前被指教唆陈露套路获尊 日前则直接回复黑粉,你省点力气,一会儿就被拉黑了 8月10日,陈露发文与霍尊交往9年,一步步陪着霍尊走红 结果换来的不是一纸昏书,而是霍尊在朋友面前攻击他 并通过冷暴力等方式迫使陈露分手 被抛弃的陈露,后来发现霍尊有一个信息量巨大的撩骚黄枪群 霍尊得知陈露拿到截图之后直接让他开架,并达成900万协议 未来只要霍尊人设崩塌,陈露就以9年女友身份为他辩护 而霍尊除了给钱,还要答应,不会公开新恋情 陈露在本月中旬发现霍尊和新女友在海南约会 一气之下曝光此事,并指控霍尊曾让律师威胁陈露 称之前给的58万,足以让他做10年劳 要他放弃这份900万的协议 霍尊的回应牵强,说聊天群只是打嘴炮,并没有出轨一夜清 与多个女生交往等 陈两人去年已经分手,今年5月陈露突然约他出来 拿出聊天记录要价900万 霍尊起初答应,后来经朋友分析 给陈露900万可能涉嫌敲诈 为了不让陈露受伤,才要去陈露放弃900万赔偿 事件发酵至今,已经形成罗生门 陈露指责男方出轨冷暴力 被发现后,先提出1900万协议 其中两度反悔,之后又反咬一口 他答应收钱是想通过这笔账挽回二人的感情 霍尊则认为,两人已经结束 女方拿截图出来就是敲诈 而且交往89年,他也有给女方生活费 不存在花了女方300万的说法 而且还通过大V公开转账记录 但还是无法阻止霍尊遭到封杀 作品被下架 事已至此,两人已经撕破脸皮 从公开对质到互相起诉 闺蜜王蒙早前透露已经报案 而霍尊的代言人大V陈兰也自曝已经报案 指控陈露敲诈 如今陈露罕见路面报平安 辟谣敲诈被捕 或许也意味着事件有了进展 熟是熟非,相信不久后将会公布 霍尊于日前正式公开宣布退圈后 有网友晒出一段视频 霍尊前女友陈露在闺蜜王蒙的陪伴下直播露面 画面中陈露淡装现身 与闺蜜正在品尝美食 并不断的讨论着哪家餐厅好吃 有说有笑 看起来状态和心情也都还不错 该网友认为 陈露和霍尊都是善良的 他们都互相信任对方是善良的 从双方的截图看出 分手的时候 陈露好像没有想要过分手费 感觉是在分手后 认识了这个不到一年 还是一年多的闺蜜王蒙 我都觉得是被她的闺蜜怂恿的 8月27日 霍尊的作品被下架除名 微博超话 粉丝聚集地被关闭 可以说是遭全网封杀 如果说此前她指控前女友陈露 有敲诈勒索嫌疑 令外界误会她有翻身的可能性 如今大家都看清了形势 霍尊彻底凉了 8月初 陈露与闺蜜王蒙发布长文 指霍尊是海王 两人随后卷入300万元分手费事件 霍尊方面认为 陈露在王蒙的推波助澜下 对其敲诈勒索 而陈露与王蒙否认犯法 将事件涉及的金钱来往定义为 霍尊主动给的分手补偿 双方你来我网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有人代替霍尊报警 陈露也找到了律师 维护自己的权益 两人曾在网络上 有过激烈的骂战 但随着霍尊作品下架 事业确定凉凉 这场战役突然变得毫无意义 霍尊及其一众发言人 包括火力最猛的作家陈兰 都不再发声 此时陈露依旧保持沉默 他说了不想占用公共资源 但王蒙在8月29日下午 恢复了营业 更新微博发布自己的美照 王蒙状态不错 不过估计这段时间挺忙 都没空不染头发 根部的黑色已经长出一大截 王蒙在评论区透露陈露的近况 再三否认两人 因为诈骗被抓进去的谣言 从王蒙与朋友的对话 可以了解到 8月27日周五 霍尊确定遭全网封杀之后 王蒙跟陈露聚到了一起吃烤肉 本来还约了另外一个朋友 但对方因为大雨爽约了 29号周日这天 王蒙透露 陈露在自己家里睡觉 不用工作的日子 大家都在休息 此前 陈露发布指控 霍尊是海王的长文之后 一度情绪崩溃 为了防止霍尊方面的人 到陈露家中骚扰他 陈露曾到王蒙家中暂住 现在最新情况是 陈露回到了自己的家 在他们看来 危机已经解除 有网友直接提出 为何陈露一直没有回应 截图造假的指控 他有部分截图属于断章取义 让外界觉得他有意陷害获尊 对此陈露一直没有解释 网友希望王蒙能说出其中原因 王蒙回复了这名网友 但却答非所问 他引用了陈露此前所写的微博表示 我们信守诺言不继续占用公共资源 是非对错国家会给交代的 霍尊当初也是一位比较知名的歌手 加上他又是火风的儿子 算是妥妥的新二代了 这么多年来 霍尊都没少有过绯闻 没想到这次的消息这么劲爆 与霍尊相处九年的前女友陈露 直接实锤霍尊真实人品 这下不管是综艺节目 还是很多的代言活动都跟霍尊撇清了关系 霍尊被处理以后 陈露出来发文报平安 也说到自己跟霍尊不会再有复合的可能 对于陈露的做法 网友热议两边倒 被扎了都被威胁坐牢了 感情金钱都付出了 怎么不厚道 只要他说的都是真实的就是厚道 被欺负成这样 做家里添伤口默默流泪吗 虽然两人撕破脸了 但是陈露花给霍尊的二三百万 货必须还给陈 货不给的话打官司告他 这样对待一个陪伴自己九年的女孩 深爱现在的那个女孩也是够扎的了 感情腻了 卷了那就提分手呗 还设计圈套让陈露提分手 怎么那么扎呢 演艺圈 名人 明星 只要对社会出现能产生负面影响的消息 通通都要打入冷宫 所有产品下架 陈露和霍尊谈了九年 女孩付出所有 男孩腻了 又看上了更有气质的女孩 这种事现实生活中也存在 但是男孩提出分手的方式 应该更有担当一些 就是给钱补偿 除了物质补偿 其他也给不了了 也应当算是尊重 不该把人家像甩狗皮膏药一样嫌弃 每个人都有强大的能量 虽然爱的时候 他可以小猫咪一样对你 而如今不爱了 你做事太亏了 他会给你豁出去的 你千万别把他想象成弱女子 男的做的太冷了 律师都出场了 自己主动的协议都不承认 威胁小姑娘敲诈勒索 做的这么不体面 还能体面的分手吗 虽然我认为 陈露因爱深恨 也是做的很绝 但是相比霍尊找律师来恐吓 要让他跟吴秀波的情人 一样去坐牢 但这一点就活该凉凉 霍尊无情在先 也不能怪陈露无异